大家好,我是来自缅甸东芝新华学校高三班的学生,我叫何文文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素描作品《霸王别姬》 从小我对于戏曲有种独特的喜爱 我感觉那些角色的装扮都很美 而且戏听起来非常有韵味 《霸王别姬》是经典的中国戏曲 讲述了两个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 它不仅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遗产 更是一部能够激发我们思考文化多样性和人性探讨的艺术作品 我选择用黑白来表达这幅作品 可能会更贴切戏中成蝶衣的悲惨人生 让人惋惜 戏一旦开了场就要唱完 就像陈蝶衣的经历一样 一辈子为了戏活 为爱活 可唯独却丢了自己 生日的经历一路 在画面经历 他唱着他想与不知 与不一句诗章竞 太佳人心望真 提名不采认 台上旧休息 他说着东方花诸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